一本时尚杂志在上海举行电影盛典 向幕后电影英雄致敬 范冰冰 姚晨 吴军 吴建豪 何超莲 金城 秦海禄 永梅 黄毅 郑军 组合RICE等多位名人红星盛装出席 场面星光熠熠 冰冰最近频频出席活动为付出铺路 这天又来做颁奖嘉宾 红地毯上她也有和大家聊聊天 冰冰入行多年演过不少好角色 讲到哪个角色她最喜欢 冰冰就说真的很难选择 最难忘的角色 其实我觉得每一次演戏 每一次在角色的创作过程当中 其实都是一次非常不一样的经历 都在过一种别人的生活 其实每一个都非常难忘 像你的孩子你不要说你爱哪一个 或者是你特别独宠哪一个 可能没有那个特别的比较 但是每一个都是花了很多的心血跟汗水去完成的 所以可能都爱吧 一向以硬汉形象示人的胡军 在早前的一部电影中挑战扮演音乐家显星海 讲到这个和以往差别很大的角色 胡军就说其实演的时候没什么难度 因为我从小是在音乐世界上长大了 所以说对血行海呢 不是很陌生 而且我从小也练过小提琴 然后呢 其实进入这个角色的时候 其实还好 对 然后我们今天也看到您在元气满满的歌课里面 有不一样的一面的展现吗 对不对 那未来还会想要展现一些更多的角色啊 或者形象啊之类的吗 我觉得这次元气满满的歌课 我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受 但是你要说的以后的怎么样的展现 我觉得还是在自己的作品里 更多的去展现 用作品说话 金城早前凭着一档选秀真人秀而人气极深 他也说很开心透过节目多了很多粉丝 虽然之前天天练习很辛苦 但他也觉得很值得 我觉得我收获了很多很可爱的姐姐们 然后我现在觉得在台下越来越自行 特别好 那给之后要去参加这个节目的姐姐们 有什么建议呢 一定要好好练习 那未来在影视上还会有哪些新鲜的场序吗 特别想通过一下自己一眼 跟自己反差非常大的角色吧 就比如说龄杀手之类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